今年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很多地方的木瓜产量品质都不如以往 但竹山正所生产出的木瓜品质却未受影响 所以近期消亡北农的价格再创新高 公所肯定农友们的认真耕作 让更多人了解竹山的优质水果 也欢迎民众前来选购 平常农友们所培育出来的美味木瓜 竹山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在配合农会积极辅导 农民用心耕作 所以在目前全台木瓜品质产量减少的情况之下 任维持一流品质 消亡北农价格更创新高 也让农民相当开心 第三是因为气候条件跟地理条件 算好山好水的气候条件 很特殊 还有我们管理的经营技术也很重要 在多方面的配合下 才能种出像今年这样 经过了旱灾又经过了雨灾 照顾出这种木瓜 觉得很不简单 然后最近在北农市场的拍卖 最高价都是竹山的木瓜 觉得非常感到骄傲这样 比较到去年的一个情况 我们竹山镇的50公顷的这样木瓜的话 事实上它的受伤损度没有很大 所以说送到台北市国在运销市场时 价格才能够保持得那么好 那也希望说这么好的品质的部分 能够继续推广下去 也很感谢我们农会 对于农民用心培育出优质木瓜 能够卖到这么好价格 农会除了替他们感到高兴 也希望在农会与农民持续努力之下 能为地方容易带来更好的发展 蔡代表他是属于我们果树第四班 他同时也是我们那个杂粮产销班的班长 他以前还有种过那个甘蔬 还有就是烟烈 他还有水稻 他是这一个多重身份 第四班他们的组织性跟那个团结性是非常的强 班长这个长期这个的带领之下 他们班的这个生产管理的以及防制的技术都非常的厉害 那农会站在福岛的角色就是行政上的服务 祭司上的职人 在北农拍卖的成绩这么好 都是靠他们平常的努力 他们这一班有很大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优点 有那个创新的这个精神 工作肯定农友们认真耕作 让更多人了解到竹山所出产的优质水果 也欢迎民众有机会都能够前来选购 品尝农友们所培育出的美味木瓜 记者乡亲福竹山镇采访报导